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自己寫VBA 不是用錄製的怎麼寫 一請你把這個複製過來 然後名稱看你要不要改不改沒關係 那目前當然這個兩個按鈕還存在 我們待會再改好了 我要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 我如果今天不是用錄製的 而是自己撰寫的話 未來的第一個步驟 請你先切到VIO Basic 那你打開來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那程式該寫在哪裡呢 第一步請特別注意 反正沒有特殊原因 一律是寫在模組裡面 那模組的話因為目前 錄製劇集有Module 1對不對 其實我建議你先按右鍵 在上面插入模組 也就模組 再按一下按右鍵插入模組 它這個時候會出現Module 2 你可以另外獨立出一個Module 2 未來如果你還有別的程式 你可以Module 3、Module 4、Module 5 如果你不要叫Module幾的話 底下這邊有Name 你可以把它修改完 Enter它就改名稱了 這個是可以改名稱的 不過目前我們不改了 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要什麼 新增一個叫什麼 我要自己寫 一樣兩個按鈕 一個是什麼 按下它自動完成 一個是自動清除 那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 我要撰寫的方法 你可以插入程序 特別是游標放這邊 插入程序 然後名稱的話你可以寫 寫叫什麼 我好像雲端上是叫門號 我名稱就不要給那麼長 叫門號 那但是我們要輸出結果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把公式丟到儲存格 一個是你做完的結果 比如說串接完的結果 再丟到儲存格 兩種方法 所以我們會分別寫 總共會有三個按鈕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從這邊插入這個名稱的話 第一個叫門號 也許叫門號 底線好了 叫公式 那門號底線公式是什麼 就是我要把公式 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讓他幫我執行 要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 按插入程序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什麼 sub 這個sub不是剛剛出現過 就是聚集錄製嗎 差別只是說這個名稱 我們剛剛加的 是不是一樣呢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一個是 錄下來的 一個是自己寫的 前面這個public是共用的意思 就是要不要跟別的專案共用的東西 不過目前當然因為只有一個專案 所以不會影響 有沒有都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刪掉沒關係 那刪掉不就跟那個具體一樣 sub什麼 接下來程式該如何撰寫 接下來其實也蠻簡單的 按個tab鍵 習慣上的話會下一屆 因為如果你從這邊寫 會分不出來 所以習慣按tab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要把什麼東西丟到這個儲存格裡 這個儲存格的物件名稱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可能要記一個儲存格名稱叫sale sale是那個儲存格 加s的話呢 是全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全部儲存格 瓜糊的話指的是哪一列 我要輸出到第二列 所以這邊的話輸出2 逗點哪一欄呢 那當然這邊的話就是第幾欄呢 第五欄 不過各位講一下 就是欄的部分的話 因為這是1欄 那如果你用5的話 當然還好 如果你現在是x的話 x應該是多少 abcdef 所以另外一種寫法 你直接乾脆寫這樣算 有沒有 這樣也ok 如果x你就寫x就好 ok 所以我們這邊 這個指的是什麼 這個儲存格裡面 我要放什麼 放什麼就是一個等號 等於放什麼東西 先給它一個雙引號 裡面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剛剛的公式放到這裡面 剛剛那個公式 那我剛剛的公式 其實剛剛沒有記下來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再輸入 把這個 複製一下 就是我剛剛的這個公式 我要直接丟到哪裡呢 丟到我現在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也就是在VBA裡面 後面這個雙引號先打一下 裡面的話呢 就放什麼 放剛剛我複製下來那個公式 就這一串 意思就是怎麼樣 把這一串公式呢 幫我放到裡面去的意思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發生 什麼問題呢 如果把它移開喔 它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錯誤 其實就是剛剛我錄製聚集的時候 我特別提醒各位 有沒有 它裡面的公式怎麼樣 本來一個雙引號 裡面的公式會兩個雙引號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只要是你貼上的這一串 記得怎麼樣 裡面只要有雙引號 你要變兩個 但是很容易做錯啦 所以我建議有另外一招 以前我是教同學怎麼樣 貼上之後再去改 有沒有 改的話就是 這個一個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有沒有 這樣一直改 改到哪裡呢 改這個不要改 因為這個是VBA的尾巴 這個是頭 這兩個不要改 其他都要變兩個 但是呢 很容易做錯 所以我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乾脆喔 你直接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記事本裡面 把它用取代的 會比較不容易做錯 而且喔 應該理論上不會做 編輯有沒有 取代 把一個變成兩個 這樣取代一下 ok 你再把這個取代結果複製 貼到這個裡面來 這樣子的話呢 就保證正確了 ok 那怎麼知道說它有沒有成功 很簡單 你就把它怎麼 油標放在 這個sub裡面 的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按下執行 執行就在這裡 那執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成功 就是執行就知道 執行 有沒有發現 這時候呢 他就幫我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就是 丟到這個儲存櫃裡面 咦 那問題來了 我現在丟一個 那我要丟第二個怎麼辦 其實理論上 我們最後不是這樣 我只是做一個演示 其實理論上如果要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行複製 貼到底下做什麼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這邊變成多少 3嘛 對不對 然後這邊全部也變3 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輸出 欸 有時候出來一個 那下一個呢 4 5 6 7 8 一直到101 可是不對啊 那再貼 那 油比較快嗎 當然 不是這樣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想說 第二到101好了 那這個地方你就要學會一個 那個 城市設計裡面的精髓 就是回圈 這個回圈就是說 你重複做的事情 就丟給電腦做就好 那那個回圈怎麼寫 接下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 最難的地方來了 好 Enter一下 在他的上面呢 按個TAB鍵 你就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 重複做 什麼 for i i值的是一個變數 等於呢 2到101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這個是固定結構 請你幫我從這個i的值呢 幫我自動變換 從2一直變到101 然後把這一行放到中間來 建議是按個TAB鍵 下一切 然後呢 我接下來做什麼呢 就是 這個把它往上壓 再來記得喔 把這個什麼 改成i 改一個 先改這個喔 按執行 有沒有 全部出去了 但問題你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後面還沒改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就是啊 先丟一個到2 這個 再NAS 就換下一個就變3了 i變3 再輸出一個 有沒有有點像幫你重複啦 OK 那再來特別注意喔 最關鍵的地方 最難的地方 在這裡 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呢 後面這個數字喔 假如變i的話 你不能夠直接把它放進去 為什麼 因為你放進去變字串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必須有點像那個 我們在以前的公式一樣 把它用n的符號裡面放一個i n的符號喔 特別說啊怎麼做喔 1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我要把它切開 那切開怎麼切開喔 請你在2的地方 先兩個雙以後 再移到中間 所以這個時候變兩個字串喔 有沒有 這個前面這個是一個字串 後面這個就變後面一個字串 那把它串在中間的話 就endend兩個 然後再把它移到中間 中間再一個i就可以了 那 但VPA跟Excel最大不一樣的是 end前後要空白 好 就大公告是 不過後面還有喔 我再注意這個 所以喔 如果你這個 這個地方也是最難的地方 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 我建議你記口訣好了 那個口訣上 1找到那個列號的位置2 2的話呢 先給它兩個雙以後 移到中間 給它兩個end的符號 再移到中間 再加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怎麼樣 把end前後加空白 這個口訣你可以先記起來 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現在不太知道為什麼的話 先把這個口訣記一下 先選列號 先選列號 end兩個 移中間 雙以後兩個移中間 e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再加個i 然後把end前後加空白 好 大公告成了 再來的話我們可以把它執行 如果沒問題的話 就完成了 再來清除怎麼做 清除也非常簡單 把這個公式 頭跟尾 Ctrl C Ctrl V 複製下來 把它改一下 這邊改成清除 可是問題清除 清除 這個名稱改 但後面的東西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把這個後面的東西刪除 把它改成什麼 沒有東西 沒有字串 沒有字串的話 就是兩個雙以後 這個把它執行 所以未來你可以把這個執行 那這個就清除了 ok 所以今天的時間比較趕 後面的話 我大概就是先把這個 如何在VBA自己撰寫一個 裡面的步驟大概說 一號 你可以先輸出一個試試看看 第四列的一欄 記得雙以後裡面就放什麼 貼上一個公式 要把它取代成兩個雙以後 接下來的話 就是在外面包一個4i 範圍是第二列到10 不過雲端上好像四列到103 因為我上面有兩列是刪除的 這個可能可以自己再調整一下 然後在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中間 本來是一個f2 把2改成i就對了 那就是說將來輸出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任何的那個數字 改成我要的這個輸出的裂號 ok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就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寫完的東西 雲端上其實也會有一個參考 在我們雲端上面的那個第14頁的地方 那今天的話因為第一次上課 我們開個圖 然後所以VBA部分的話 下一次還會再做一個簡單的複習 所以請各位回去的話 先把那個前面講過一些比較文字 跟資料類的函數 有時間的話複習一下 然後針對今天講的 像錄字聚集 多做幾遍 那後面我覺得 可能會比較需要特別注意就是要熟練 因為像這種東西 你如果要會用 還是非得要多花一點時間 那我也把影片錄下來 如果你有留email信箱的話 我會再把今天的影片 直接就寄到你的信箱 那如果沒寫錯的話 如果你有寫錯的話 可能會有問題 那如果實在你沒有接到信件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寫信給我好了 那你想說老師你的mail 你Google一下 吳老師空一個email信箱 應該會找到是我的 那今天的話我想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回去的話再花一點時間吧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專業 它是有點難度的 可是不是說完全不能理解的 那我會用比較相對的簡單 我告訴你們你們需要學的 你們可能暫時不需要知道的 我暫時先不會給你們太多東西 或者的話增加你們太多的這個壓力 ok 那今天的話就先到這裡 好